在生产的时候主人应该怎么办 首先在生产之前 你要把它的一些准备措施都要做好 有一个比较安静的一个地方 给它一个比较昏暗的一个环境 在这时候给予一些暖的被子 或者是纸箱子 让它能够躲在里面去生产 它会觉得更安心 那么当它生产的时候 主人要给予的第一个还是安静 第二个灯光一定要调得弱一点 跟刚才一样 昏暗的灯光会让它有一种安全的感觉 第三点不要靠太近 很多主人会说 它跟我的关系最好了 因为我在旁边它很放心的 其实我是 在生产的时候 往往它对它需要的是一个 私理自己的一个空间 因为这个时候 它觉得这个时候会容易遭受到惊吓 或者遭受到攻击 你在旁边反而对它来说是一种妨碍 所以把这些东西都做好了以后 你再把一些其他的 比如像它万一这个生产不太分离 我需要借由手套帮上去拔拽一下胎儿 或者是生产完了之后 它不会死包衣 我需要用一些止血钱 把鞋带把它拿掉 或者是把包衣撕开 这些其他东西准备好之后 那我想如果生产环境中 出现一些小小的状况 你肯定也非常的得心一手的去帮助到它